10月17日 俄罗斯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尽管俄军在战场上遭遇重大挫折 但仍在继续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目标进行打击行动 根据报道 俄罗斯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伊朗制造的神风赶死对无人机进行袭击 这种无人机在撞击时会爆炸 而且更容易被击落 西方分析人士表示 这表明莫斯科的精确导弹库存正在减少 尽管伊朗官方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了用于乌克兰的无人机 但美国官员表示 第一批此类武器已于今年8月交付 基辅市长克里·清科表示 在该市上空发现28架无人机 共导致5次袭击 其中大部分被乌空军和地面部队击落 这些无人机的袭击目标 包括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总部和一个市政共热站 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中心负责人克鲁克表示 至少三人在袭击中丧生 据信还有两人被埋在废墟下 袭击还导致另外18人受伤 包括两名救援人员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军使用了高精度的空中和海基武器 攻击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 国防部表示已击中所有指定目标 但没有详细说明 另一方面官员们17日表示 在乌克兰南部俄罗斯的空袭破坏了 乌克兰南部的一座变电站 再次切断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供电 乌克兰核能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 核电站的被用柴油发动机已经启动 17日的袭击凸凸显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虽然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修复上周袭击造成的破坏 但该国已经出现了轮流停电的情况 官员们呼吁乌克兰人减少用电 尤其是在晚上 在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关键桥梁 本月早些时候遭到爆炸破坏之后 莫斯科加大了空中轰炸力度 乌克兰军方称 尽管俄罗斯对其全境发动空袭 但其地面部队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继续遭遇挫折